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在生活中到处都有电子设备 从民众最常使用的手机、电脑 到吹风机和抽油烟机 都会产生超量的电磁波 但超量的电磁波其实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在2011年就将电磁波认定为致癌物 为了改善电磁波影响健康的问题 台中市千月生物科技公司 开发出一种氢能量晶片 解决这项人人烦恼的问题 这种晶片不仅轻薄短小容易攜带 号称还能将有害的电磁波 转成对健康有帮助的健康波 又有促进血液循环 提升专注力的功效 发射源在我们这一支手机发射出去的 那对方他会被这个电磁波所保护 那他产生的反应是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 这个千月科技所研发出的晶片 是利用量子物理学说的载波共振原理 将最常使用的手机和电脑 甚至是其他一般电器上的电磁波 转化成健康的正能量 氢能量晶片并且已经获得了国际生物能四大殊荣 还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增联国际增酒 和紧急救援委员会所颁发的A级产品证书 那个电磁波 它的那些发出来的频率跟强度 是不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那个黄金贴片 你看起来它是一片纸 你假如把它想像成一个转换器 那就对了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氢能量晶片的好处 台中千月科技还在10月29号 举办一场公益捐赠活动 现场除了分享使用经验之外 还透过元宝工及台湾防电磁波伤害协会 转赠价值200万元的氢能量晶片 提供给社交团体 警政单位和电磁波防护协会使用 记者林姿婷 刘伟群台中报导